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椅子终于买了 五一过后去了趟宜家 这次就是奔着马库斯的真皮板去的 可是到了那儿 最终选择了马库斯的普通板 我问店员哪种椅座更透气 透气性更好 他说布料的最透气比真皮的透气 好吧 又省了三百块 我是自己拉回来的 包装有点大 最好是把车的后座放倒 也比较重 一个人抱着爬楼梯还需要点力气 注意别闪了腰 先吸一口气再抱沉的东西 还好楼层不高 安装也比较简单 不到半小时就装好了 椅座和椅背连接的地方 需要拧三颗短螺丝 耗了点时间 其他都很顺利 装好了之后 和伦贝特那个座椅对比 一个大一个小 一个哥哥一个弟弟 椅座的后背 后背比伦贝特要薄 但是感觉更结实更坚固 绝对靠得住 透气性也更好 腰靠的位置也很合适 双肩和头都可以靠得住 小腿后侧也有三指空间 坐高也合适 但是我没敢调到最高 因为如果调到最高 把手和桌面的高度一样 手扶在扶手上会被桌面挤到 我的手指被挤到过一次 扶手的框架是金属的 时不时的会有点小静电 坐在马库丝上 上身可以坐得更直 因为有腰靠 坐久了也不会觉得很累 我是坐一会儿 就会起身活动一下 靠背倾斜我试过几次 也挺舒服的 但是之后一直没用到 坐垫还是有点热 和天气有关 夏天天气如果闷热 湿气比较大 还是加个竹垫子 天气凉的时候 马库斯自带的那个椅座正合适 不觉得闷也不觉得热 很舒服 后来又买了个手持吸尘器 吸气靠背的尘土 靠背都是网布的 整体来说很满意 比299的伦贝特高了个等级 不单是尺寸的区别 整体感更坚固更结实 使用几天来看 发现没选错 符合预期 商品有十年质保 用着也放心 在第一集的时候 我提出了一个标准坐姿的清单 以前有三项不合格 现在再检查一下 第一是腰部支撑 现在OK 第二是座椅高度 现在也OK 第三是椅座散热 这个只能说有改善 现在的椅座材料 比人造格的要好 一家店员说透气性 比真皮的还好 目前这几天用着还行 天气热的时候 肯定不如那种 人体工学的网布 但是网布版 在网上的评价也不好 说它对血液循环不好 很多高端的人体工学椅 或者半工椅也是真皮的 到底哪个好 是各有各的好 后来还有同学推荐过 日本钢村的一款产品 国产的是三千多 进口的是六千多 旗舰店客服说 这款不太适合我的身高 另外这款也是属于半工椅 可以调整的选项不多 它的座椅也不是网布的 最后总结一下 现在椅子买了 花的钱不多 还挺满意 关键是长了很多见识 这件事告一段落 趁着这时候 脑子里的印象还深 做了几个视频 和各位小伙伴分享一下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我在买东西之前 喜欢先研究 以后有机会再和大家分享 我是Achia 谢谢收看 再见